Alan就问你对网络安全相关的股份 Cyber Security相关的股份 有没有新的看法 你们之前在自己公司的节目都说到 留意股值会不会太高 他说现在最近有几只股份 CRWD、S和Net 反弹的走势都跑赢大市 他就问你可不可以抄底 其实首先要留意一件事 正如你也提到 其实家庭观众也提到 其实最主要 刚才提到的几只 你都会当是除了之前的Cyber Security 因为真的调整了很多 令到股值上虽然比较便宜 但是也未算真的很便宜 就是Cyber Security来说 第二 其实因为里面有很多类似SARS股的概念成分 你看到其实最近 SARS股我当视为高增长股 其实高增长股就不只是Cyber Security 很多旁边的股份都会弹 你看到就算契妈那些ETF也涨不少 所以我不觉得纯粹特别是觉得 公司做得特别好 令到钱这么快去捞底 纯粹我觉得是一个市场气氛的转变 那些人去做一个炒作 那当然你说在Cyber Security里面 反而做一些实务一点的 FTNP这些出了业绩 那我觉得这些就可以看多一点 因为你有份业绩去看 原来发觉它做得好 但是如果你说反过来 好像CRWD这些 那份业绩就出 即是未出的 那你就会知道你自己是在做 纯粹是一个叫做炒作 不过是在看一份中线的业绩 那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是短线做炒作 没问题的 但是你要懂得自己定止蚀 或者止赚转身 那如果要选择 我觉得就着这段时间 都是业绩期 我 就是正如我们自己 都是就着这份业绩期 去慢慢叫做 慢慢重新调配市场口味 中意的股份 那我宁愿等一些业绩出了 才会做一些中线的部署 correlation 无论